因應美雨季節到來及後續遜期與颱風旺季 市府公務局養工處已完成相關防災準備工作 包含救災人力、機具籌備、入宿綁符修剪、道路及附屬設施巡檢等準備工作 因為今年因應今年的防汛期已經到來 況且是最近最近有一些大雷雨或是一些比較強降雨的部分 已經有很明顯的增加的趨勢 在這個趨勢之前其實養工處在做設施 公共設施的維護或是入宿的修剪 我們在防汛期之前就已經有陸續修剪樹木 還有做一些巡查調查調查一些報告 整個我們整個做完之後 入宿我們總共修剪了2500多株 整個炸草的部分也做一個修剪的部分 公務局表示養工處準備自有救災人力機具 強化災害應變能力以使救災工作順利進行 另外為增加救災量能與民間不同區域及災害總類之廠商簽訂開口契約 能有效動員高雄市各區進行救災工作 我們在做整個以後應應整個強降雨或是有一個颱風來臨的時候 我們有準備挖土機抓斗機還有鏈具還有瀝青包警示燈等等 相關的防災作業避免在同一個區域裡面災情嚴重的時候 我們可以緊急的調動其他區域的廠商機具人員立即進出 立即去做一個排除以期回復到上班日的時候 我們可以回復交通讓民眾行得更安全 在用路的部分也更加的安全 養工處補充為了確保用路人安全 路燈皆安排檢測工作 除了確保正常放量外 也避免好以期間發生短路、漏電等狀況 此外在路燈一化系統輔助下 可借接1999花屋中心路燈通報案件 及時通知路燈維護廠商進行修復 記者李正道高雄報導